22日晚在宁波北伦体育中心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A组比赛中,中国女排在两局领先的情况下被荷兰队以3.2逆转,遭遇两连败。 继上轮以2.3赋予加拿大队后,中国队此一对阵荷兰队只打了半场好球,再度暴露出被对方追分时心态不稳和缺乏一锤定音的核心的弱点, 最终以25-18,26-24,19.25分,24.26分和13.15分落败。 在资格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下,同组的塞尔维亚、荷兰和多米尼加队战绩均为4胜1负,而中国队和加拿大队是3胜2负,中国队直通巴黎奥运会的前景有些暗淡。 王云露赛后表示,主教练蔡斌在赛后把队人叫到一起,告诉他们胜败乃兵加尝试,要接受对手有超长发挥的时候。 输了球回去可以总结,现在要忘掉失利,好好准备之后的两场比赛。 中国队本场在第四局曾以21.13分领先,荷兰队追到18.22分后,中国队叫了暂停,但之后,荷兰队再得2分,逼得中国队再次叫了暂停。 此后,荷兰队的扣球失误让中国队艰难地把比分变成23.20分,袁新月的快球帮助中国队以24.21分拿到赛点。 然而,在对方扣球得分后,李盈盈连续出现一传失误,袁新月的进攻被对方拦死,荷兰队奇迹般地连得5分,上演大逆转。 决胜局中,中国队又在11比8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打出7比2的小高潮,与胜利失职交臂。 中国队队队长袁新月本场拿下全队最高的18分,王源源、龚祥宇、李盈盈和王云露分别贡献17、16、16和15分,可惜没能为中国队换回一场胜利。 荷兰队的复工戴盐斯得到22分,其中包括两个发球直接得分。 在第三局中,正是他的发球轮为荷兰队吹响了反攻号角。 在当天上午的比赛中,尽管博斯科维奇一人独得32分,此前四连胜的塞尔维亚队还是出人意料地以1比3赋予多米尼加队,遭遇在本次资格赛中的首场实力。 塞尔维亚队在扣球得分和篮网得分方面分别以55比51和11比7占优,但是失误送分高达29分。 另外两场比赛中,加拿大队3比1战胜乌克兰队,捷克队3比1击败墨西哥队。 根据赛制,这次比赛的前两名球队将直接进军巴黎奥运会。本门之后参赛的8支队伍中塞尔维亚队、多米尼加队、荷兰队、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都还有直通巴黎的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尬